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先看下一單美軍傻傻地自爆解放軍海軍巡洋艦 延伸阿拉斯加近海的照片 但發布不久又立刻刪除照片的新聞 美國國防部核下的一個網站 在9月13日發布了三張美國海警第17管區拍攝到的照片 照片的配文說 當地時間8月30日 解放軍一艘巡洋艦 即是解放軍055型驅逐艦 一艘驅逐艦和一艘補給艦 進入到美國阿拉斯加流生群島經濟專屬區 海岸警衛隊巡洞艦伯特索夫號 以及海岸警衛隊巡洞艦金博爾號 近距離進行監視 美方說雙方根據國際規定進行了通訊 美國的海岸警衛隊還稱 中國軍艦的舉動是安全和專業的 值得一提的是 美方是在9月13日才發布這一組在8月30日拍到的照片 但在發布之後沒多久 這一組照片又被刪除了 但在網站的援傳資料那裡 仍然能夠證實這個網站曾經發布過這一批照片 而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記者伍迪 在社交媒體上也轉發了相關的訊息 早前日本自衛隊發現解放軍藍槍艦編隊 出了中國海峽進入西太平洋 8月24日上午9點鐘 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日本北海道西南方向一個島嶼 西南大約200公里的海域 發現解放軍055級驅逐艦南昌艦101 052D型驅逐艦衛陽艦119 以及一艘補給艦903 以及一艘電子偵察船799 這意味著解放軍055艦編隊穿過了中國海峽之後 向東北方向航行6日並抵達阿拉斯加沿海 其實這次也不是解放軍的驅逐艦 第一次進入到阿拉斯加海域 2015年8月解放軍派出了五艘軍艦組成的 艦艦編隊曾經抵達阿拉斯加海域 當時解放軍艦編隊還穿過了阿濤島12海里領海內 由於美國不承認12海里領海線 因此美軍宣稱解放軍軍艦在國際海域航行 並沒有構成威脅 時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托立當時說 這是美國首次觀察到中國軍艦出現在白領海 他說美方肯定尊重所有國家的軍艦 按照國際法在國際海域航行的自由 我就認為解放軍出航去到美國12海里的領海內航行 是有意識的禮上往來的舉動 你來南海這裡穿來穿去 我都去你的近海那裡穿越一下 本來美方發佈消息沒什麼奇怪的 但為什麼要發佈照片呢? 出了相又不敢罵 白白送子彈被國內的激進人士批評拜登政府軟弱 所以發佈員又急急刪除 真是只有一個亂字的 而更加亂的就是美國對台政策的混亂信息 一邊就是拜登和習主席說 美方無意改變一宗政策 另一邊又放風給英國的傳媒 說美國正在研究台灣駐美機構改名 擺明就是要改變一宗政策 面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 不是拖字決就是亂字決 國際評級機構似乎有自己的考慮 擔心中美對抗升級 自己就調整定政策先向北京舉手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 惠譽上星期將台灣的長期主權債務信用評級 從AA-調升至AA 但在英文聲明的標題中 用了中國台灣來稱呼台灣 另一間主要信用評級機構目的 最近也改用了中國台灣來形容台灣 這個做法招致到台灣政府的不滿 台灣當局要求他們立即更正不當的稱呼 惠譽星期五就公佈已經將台灣的 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至AA-調升到AA的指望穩定 惠譽在一份聲明中說 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的調升 是基於台灣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的經濟表現 優於其他受評國家或者地區 外部的融資狀況進一步加強 而且財政政策持續保持穩健 不過吸引人注目的是 惠譽在這份英文聲明中用了 中國台灣台灣 China 來稱呼台灣 而他之前的聲明中提到台灣的時候 只會用台灣台灣 而彭博社的報導就指出 這是惠譽自2003年以來第一次這樣稱呼台灣 一些交易員眨眼一看惠譽的標題的時候 還以為他同時調升了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信用評級 彭博新聞社就報導 惠譽的一位發言人說 有關台灣名稱的改變是一個營運的決策 但是沒有作詳細的說明 在惠譽更改有關台灣的稱呼的時候 另外一間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 目的投資者服務公司的官網 也都用中國台灣來稱呼台灣 這間公司9月8日 在有關台灣的信用評級的信用意見 英文標題就用了中國台灣政府 在發行人實體一欄也用了中國台灣來稱呼台灣 而就在今年2月 目的將台灣的主權債務信用評級 從穩定調升至正向時候的用語 就是用台灣或台灣政府 目的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都設有辦事處 而另外設有目的台灣網站 至於另外一間評級機構 標普全球評級最近的聲明中提到台灣的時候 仍然用回台灣兩個字 台灣當局對於這兩間評級機構公司 使用中國台灣的稱呼表示遺憾 並且說將會進一步了解其中的原因 並已經指示相關的機構要求立即更正的 報導就指出 在一些對北京而言敏感的話題上 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 正是更多地採用符合北京立場的措辭 為譽和目的更改台灣的稱呼 正是這些廣泛轉變中的一部分 一些公司因為被認為在延遲上觸犯中國 而遭到內地網民抵制 美國之音就引述美國國內的政界人士 譴責北京對西方公司實行長臂審查 並且批評一些公司為了經濟利益 而討好北京 而在同一時間 美國官員在上星期五就放封給英國的金融時報 說美國政府只是認真地考慮 台灣提出將它的駐美機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改名為台灣代表處的要求 白宮發言人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都拒絕對這個消息自憑 今年五月一些美國國會議員 提出過一項加強華盛頓和台灣關係的法案 指示美國國務院和台灣磋商 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改名為台灣駐美代表處 台灣在歐美沒有邦交的國家設立的代表處 都是使用台北的名義 今年七月 台灣在歐洲小國立陶宛設立了台灣代表處 造成了中國和立陶宛的關係惡化 而今年二月 台北宣佈已經和南美洲國家歸雅那 達成了設立台灣辦公室的協議 美國隨即表示歡迎 但在北京的壓力之下 歸雅那馬上就終止了相關的協議 我就覺得美國的拜登政府 對外政策的亂字 又要威又要拿著數 但實力又開始減弱 和中國打交道上車前退後 令到國際大企業都無所適從 其實作為跨國企業 最怕就是前景不可預測 所以就索性買一邊 向北京舉手了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我們下期待會兒 我們下期待會兒 我們下期待會兒